看一下,这个纸箱封销机 针对不同纸箱的调节留下 第一步,拿一个纸箱 一边装满货物,目前我是一步相待机 纸箱先清好 然后,关闭电源 关闭空气的气源 热熔胶的开关 关闭,拨到左边关闭 好,然后,集庭关上 集庭,当然就好一把集庭按上 来 看,纸箱走成这个形状 放到,袋的中间 这个位置 要把它塞到这里 塞到中间,这个喷头的下边 这个位置,这里 然后,这样 调节第一步 调节 皮带左右的尺寸 要把这个纸箱左右夹紧 便于皮带输送 这里,这个位置 好 选这一个调节的 好 这顺势针方向是夹紧 地势针方向是松开 好,可以了 好 好 现在左右宽度已经调好 好,我们调上下高度 逆时针方向是下架 顺势针方向是上升 好,注意观察 纸箱折好过后 与这个下边有个平面 间隙 四到五毫米 不平坏 不平坏 好 好 介绍一下尺寸已经调好 然后 第三步 讲一下这几个控制喷胶的开关的条法 首先注意一下 把纸箱做成这个形状 前后撤盖折好 前后盖折好 撤盖打开的状态 看一下 注意观察一下 这儿前 有两个对性的喷胶头 然后 这里有 四个控制喷胶的开关 一二三四 其中 一号 三号 是控制喷胶起始的开关 二号 四号是停止 好 我们讲 大概讲一下条法 以这个纸箱折好以及喷头的位置作为参考 第一个开关 触发 开始喷胶 然后纸先往后面移动 第二个开关 触发 停止喷胶 再往后面移动 第三个开关 触发 开始喷胶 第四个开关 触发 停止喷胶 好 这三个复制的调式 这台机器 已经调好 当然 我们可以用 先来试一下看一下自己的效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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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